《八十二蘋果日報》 科見紙 讀食點解讀 2015年7月10日文化E08科見紙 食養東西 小時候看武俠小說 劇讀之物有學頂紅 斷腸草 含笑半步廳等 一吃下肚 立即肝腸穿斷 吐血而亡 掌大了才知道 讀藥當然是有的 不過大部分都醫治得到 也不用太擔心 不知道的事 其實在日常飲食中 大家都有可能吃得到一些毒物而不自知 濕毒液毒 環有飄零 到底是什麼 放進口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難道真會毒發身亡 金融古龍看得太多 以為一中毒就會立即死亡 實情當然不是 註冊中醫師楊明霞告訴你 中醫有為寒熱溫涼 是指每種食物或藥材的屬性 會令身體發病的 有風寒水濕臭火綠氣 如果我們吃了某些食物 藥材 而令身體引起綠氣病變的 這樣的東西就是毒 毒的意思 是指某款食物 藥材 在寒熱溫涼四屬性之中 有某一種屬性特別強勁 例如炸豬排在液者屬性之中特別高 高得令身體有不良反應 就為之液毒 濕毒液毒為什麼毒有些食材 例如牛肉 本來就燥熱 再以寒燒方式敲熟它的話 就令它的熱熟性暴增 所以大家謹記 醋熱食材最好以白灼等方式烹煮 這樣才可以把它的醋熱熟性減到最低 如果又煎又炸 熱毒入體 爆瘡就不要怪逼人了 又例如食蝦蟹 加子酥同煮就可以減輕濕毒 不要以為只有大閘蟹才毒 其實所有蟹類都時代濕毒的 除了食材本身的屬性 原來某些食物的新鮮程度 亦會影響它有毒無毒 以雞、鴨、鵝和貝殼類海產為例 不新鮮的食材會產生熱性蛋白 這些熱性蛋白會令身體有免疫反應 如果你本身有皮膚發炎或敏感現象 吃下這些食材都會令身體狀況惡化 所以這類食材 如果不新鮮 也可以稱為毒 當中也有些細節要注意 如果食材本身是熱毒的 這樣當然會使身體有不良反應 但如果自己本來就身體虛弱 容易對某類食材有不良反應 也稱之為熱毒 鬥濟品行飄零點主都轉不走行 問到這因 有位男同事忽然走過來 說作天吃了之粥火腩飯 第二天起床關節結痛 事不是熱毒所指 火腩雖然熱氣 不過頂多身兩粒噴瘡 為何會關節痛呢? 世問飯中材料 有之粥有冬菇 在世問他的生活習慣 平常大如大肉有愛酒 作為科見指 直覺告訴我 他不是熱毒 他患了痛風 痛風就是血中尿酸過高 引起的突發性關節炎 正常人士可以經由血液分解尿酸 當身體無法分解尿酸時 沉積在關節 就隨時發作 不過到現在 也不能準確解釋為何痛風會突然發作 大部分痛風人士都是飲食不知濟濟 經常進食過多脂肪或酒類 說到這因 各位一定開始懷疑 即時不要食油脂 便素食者可以了吧? 錯!營養師Kathy告訴我 幻想痛風時 就要開始介口 介食含高飄零的食物 飄零是一種胺基酸 大量累積就會變成療酸 而最高飄零的食物 就包括所有豆製品 還有顧類和西蘭花等 所以這些食物 同樣有毒 不論怎麼煮 飄零都不會減少 男同事聽不免識立即變清 立即追問是否要吸風飲露煉先 我告訴他 除了以上所說 再避開肉湯和內臟 就無問題 男同事說據未痛死都餓死 所以大家在未有痛風前要直接飲食 到時其他人打邊爐 你就叫碗白飯 何必呢? 解暑三花茶 適合熱底人時 材料造法把所有材料洗淨 放入杯中茶格內 注入五百毫升熱開水 蓋上杯蓋 焗五分鐘 待聞到花香後即可飲用 功效木棉花清熱解毒止血 金銀花清熱解毒 巨蛋花清熱解暑 潤肺 三藥合用有良好的清熱解毒和消除暑濕作用 現代藥理上補充 木棉花抗炎 金銀花抗病原微生物 抗炎及解液 巨蛋花則有抗菌作用 因此飲此茶能預防下日皮膚發炎及細傷 記者 李聰攝影 鄧雄欣編輯 王子卓美術 楊詠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